欢迎来到走马观臣的频道,如果您喜欢这个频道,敬请点赞加订阅。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白花板聊斋之意,黑手,圆著蒲松林。 我曾经听太公李静一讲过这样一个故事,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在沈阳,在一座山顶上宴吉宾客。 那人俯瞰山下的时候,看见一只老虎嘴里闲着什么东西从远处走来, 洞里,沿好洞口之后就走了。于是,他派人下山看看老虎埋的是什么东西,原来是一只死鹿。 他让人把死鹿拿出来,又把洞口虚掩上。 过了一会儿,老虎引领着一个黑色的野兽来了,这黑手身上的毛有几寸长。 老虎走在前面,像是请来一位尊贵的客人。 到了洞口,那黑手蹲在一边,用凶猛的目光注视着老虎。 老虎用爪子往洞中一探,发现死路没有了,就浑身颤抖地浮在地上,一动也不敢动。 黑手因为受骗而狂怒起来,他用爪子猛击老虎的前额,老虎立即倒地毙命,黑手也静止离去。 一时是说,这个黑手不知叫什么名字。 然而,就他描述的形象来看,也绝不比老虎大。 可是老虎为什么还伸长脖子等死,怕他怕得如此厉害呢? 天地万物,都要受到某种事物的制约,这个道理真是难以理解。 比如说猕猴,最害怕龙,远远地看见龙来了,百湿成群的猕猴立即跪成一片,没有一个敢偷跑的。 猕猴们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龙,等着龙到来,龙则用手逐个捏捏猕猴的肥瘦。 如果是肥的,龙就把一个石片放在他的头顶上做记号。 猕猴也就头顶着石片敷在那里,吓得呆如母鸡,唯恐石片不小心掉在地上。 龙捏完肥瘦,做好了记号,这才按着放石片的顺序挨着个吃掉肥瘦的猕猴,其余的猕猴这时才敢一哄而散。 我曾说过,那些贪官污吏就像龙一样,也是根据老百姓的贫富做上记号,然后再按照记号吞噬百姓, 而老百姓们却俯首贴耳,听任载时连大气都不敢喘,那种愚昧无知的样子跟猕猴是一样的,真是令人悲哀呀。 不愿意调,我需要多心喔。 好,不愿意调。 我我要把猕猴,你带想好好固定和智能。